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高通第三季季财报与第四季财测亮眼,并释出智慧型手机市场库存已多数消化完毕,客户重启拉货,预期今年手机晶片,出货量减幅将低于预期等好消息。 法人看好,高通盈域回神,透露手机试况正迈入复苏的正向循环,台积电、联发科等台湾指标科技厂都将受惠。 高通11月初,在美股早盘静阳近5%,高通是台积电大客户之一,随高通释出正向展望,外资买超台积电于1万张,终止联酒卖, 推升台积电股价,中厂大涨19元新台币,收547元,同样成为台股静阳358点的多头总司令,市值回升至14兆元以上,达14.18兆元。 研发科同步静阳,中厂上涨22元,收在868元,总市值来到1.38兆元,位居台股第二。 谈到市场动向,高通执行长阿蒙表示,智慧型手机品牌厂商终于消化多数现有库存,开始下新的订单。 他们很高兴Android事业内一直出现的库存情势,现在已大致过去。 高通财务长说,全球3G、4G、5G手机都出现需求回稳的早机迹象。 高通预期,今年使用其手机晶片的整体手机出货量将下滑中至高个位数百分比4%至9%,优于预期。 面对华为竞争,高通执行长认为,华为重返市场不会影响该公司和中国智慧型手机业者的关系。 其估算,上季对中国客户销售计增35%,暗示中国销售下滑趋势减缓。 高通在指于9月下旬的季度净利年减48%至14.9亿美元,每股盈于2.02美元,营收下滑24%到86.7亿美元,都优于华尔街预期。 其中,包含手机晶片的QCT部门,上季营收下滑26%至73.7亿美元,来自智慧型手机的晶片营收萎缩27%至54.6亿美元,都优于分析师预估,车用晶片营收成长15%至优于预期的5.35亿美元,成为另一亮点。 授权业务的QTL部门营收,则为符合预期的12.6亿美元。 高通预估,本季营收将介于91亿美元至99亿美元,经调整后,每股盈于介于2.25美元至2.45美元,都优于分析师预期。 高通财报展望正面,外界解读为非凭手机库存区画,已将告一段落。 高通是台积电大客户之一,高通展望乐观,有利台积电营运。 研究机构数据显示,台积电2021年来自高通营收比重约7.6%为第五大客户。 先前高通多款旗舰晶片,采用台积4奈米制成生产。 研发科先前也释出正向讯息,强调过去几个月观察到整体通路库存改善,尤其是在手机。 同时,借着严谨的库存管理,该公司的库存已连5G降低。 与此同时,手机晶片双雄高通与联发科,在新年度又将正面对决。 这次生成式,AI应用将成为双方最新旗舰晶片的主战场焦点,要在最新市场应用趋势上较近PK。 高通日前已于骁龙高峰会中,推出以台积电4奈米生产的最新旗舰手机晶片骁龙8 Gen3,并由小米总裁卢伟斌亲自现身为其站台,并当场宣布小米14系列手机为此新晶片的首发击种。 目前,手机晶片市场的卖点,开始着重于AI功能进化。 高通强调,骁龙8 Gen3是该公司首款以生成式AI为核心所设计的行动平台,CPU效能标榜比前一代提升30%,GPU效能也提高25%, 而NPU效能更是一口气提升98%,让消费者可以畅快利用手机上的生成式AI相关服务。 在这个AI风起云涌的时代,从云侧到端侧,从PC电脑到智慧型手机,都在深入拥抱生成式AI变革用户体验。 联发科官方,此前宣布了一则重磅消息,联发科与Vivo在AI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和联合调教, 率先实现了10亿和70亿参数AI大语言模型,10亿参数AI视觉大模型在手机端侧的落地, 带来行业领先的端侧AIGC,生成式AI应用创新体验。 Vivo今年的最新旗舰手机,也将率先搭载基于联发科天机晶片行动平台的端侧AI大模型, 凭借天机9300的APUAI单元NeuralPilot AI开发平台,提供强大的AI算力,提升大模型在端侧的运行效率。 根据行业权威消息,在中端侧部署,BIGC有利于保护用户信息和隐私安全,提升应用实时性, 个性化用户体验等优势非常明显。 事实上,联发科在AI上的投入和布局并非一日之工, 此前就与多个生态合作伙伴强强联合, 已经与META、百度等大模型合作适配, 又与OPPO等手机厂商合作推动AI大模型在终端落地, 大大加速了AIGC在手机上的落地和普及。 此前10月上旬,研发科宣布联合OPPO, 共建轻量化大模型端侧部署方案, 推动Andis GPT大语言模型和多模态大模型落地端侧。 Andis GPT是OPPO自主训练的生成师用户专属大模型, 通过采用四维量化技术, 在精度不掉点效果下将大模型在端侧逐步落地, 而且效能更优, 曾在CEVAL全球中文榜单上并以79.9高分登顶。 另外,博主数码闲聊站透露, 研发科天机9300的CPU、GPU、AI成绩三沙小龙8 Gen3。 天机9300基于台积电4nm工艺, 由四颗Cortex-X四超大核, 四颗Cortex-A720大核组成。 其中一颗X4超大核频率是3.25G, 另外三颗X4超大核频率是2.85G, 大核Cortex-A720频率是2.0G。 对比竞品高通骁龙8 Gen3, 研发科天机9300多了三颗超大核心, 其综合跑分比高通骁龙8 Gen3高10%左右, 这将是安卓阵营最强悍的5G晶片。 不过,高通新品一出就先生夺人, 一口气宣布获得包括小米、 Apple、Vivo、华硕、荣耀、 一家、RAM、红米、索尼等15家客户采用。 联发科方面, 11月也发表最新旗舰晶片天机9300, 除了提升CPU和GPU效能, 同时配备为运行生成式AI大型语言模型, 而优化的强大AI处理单元APU。 外界认为, 联发科天机9300与高通骁龙8 Gen3 在先进制程技术方面应无太大差异, 接下来就是比拼双方晶片的效能表现, 以及对客户端出货数量。 联发科指出, 首款采用天机9300的智慧型手机 预计在年底前上市。 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先前提到, 也计划明年将生成式AI从旗舰晶片 导入更多级别的晶片。 该公司认为其提供的强大APU支援 将可促进产业开发, 更多对消费者使用的生成式AI功能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援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